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曼德拉,反种族隔离的自由斗士 2.曼德拉的领导,南非的和平转型 3.曼德拉效应,全球反歧视与和解的象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曼德拉,反种族隔离的自由斗士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纳尔逊,曼德拉 这位反种族隔离的自由斗士 他的故事比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 而且,这可是真人真事哦 首先,想象一下,你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世界 结果却被关进了监狱27年 有些人可能会想,哇,这是我避免家庭聚会的绝佳借口 但曼德拉先生并不是这样想的 他在狱中不仅没有放弃 反而成为了一个象指 一个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强大象征 曼德拉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连续剧 有爱情,他结了三次婚 显然是个浪漫主义者,有冒险 年轻时他是一名拳击手 这解释了他的斗志 还有一些奇迹般的转折 从囚犯变成总统 这剧本谁写的 他的名字,纳尔逊 其实是他的小学老师给的 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 要求每个孩子都要有一个英文名字 想想看 如果老师当时给他取名叫做鲍博 我们现在可能会再谈论鲍博 曼德拉的故事 曼德拉先生在监狱里学会了阿非利卡语 这是南非的主要语言之一 而且是许多白人南非人的母语 这就像是你被外星人绑架了 然后决定学习他们的语言 只是为了更好的说服 他们不要侵略地球 出狱后 他没有选择报复那些曾经压迫他的人 而是选择了和解与宽恕 这种做法让一些人感到惊讶 毕竟如果有人让我等待27年 才能看最新的电影续集 我可能会考虑至少给他们一个冷眼 1993年 曼德拉和当时的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 威廉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评奖 这就像是两个曾经是死对头的超级英雄 突然决定一起去拯救世界 而且还得到了全宇宙的认可 最后 当他在1994年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时 这不仅仅是一个胜利的时刻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拽折点 他从一个囚犯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这比大多数超级英雄的升级还要快 纳尔逊 曼德拉的一生充满了勇气 毅力和宽容的教训 他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类精神的光芒也能照亮前路 而且 他还教会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 不管你的名字是纳尔逊 还是鲍勃 你都能改变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曼德拉的领导 南非的和平转型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纳尔逊 曼德拉 这位南非的超级英雄 不 不是那种穿着紧身衣 飞来飞去的超级英雄 而是一位穿着整齐西装 以和平与智慧战胜了 种族隔离的超级英雄 首先 想象一下 你被困在一个小小的牢房里长达27年 这个牢房比你家的储藏室还要小 而且没有无线的WiFi 或者是Netflix来打发时间 这就是曼德拉的处境 他因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囚禁 但他没有让这段时间白白浪费 他学会了 说流利的阿菲利卡语 这是南非的主要语言之一 也是许多监狱看守的母语 这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 而是曼德拉展现他的领导才能的一部分 沟通与理解 当他终于在1990年被释放时 你可能会想 他一定会非常愤怒 准备带领一场激烈的革命 但不 曼德拉选择了和平的道路 他说 愤怒就像喝下毒药 然后期待别人会死 这句话可能没有科学依据 但他确实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和解比暴富更有力量 曼德拉成为了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但他并没有使用这个权利 来暴富那些曾经压迫他和他的人民的人 相反 他推动成立了真相语和结尾园会 这是一个让受害者和加害者 都能公开讲述 在种族隔离时期所发生的暴行的平台 这个过程帮助了南非人民理解过去 并开始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 曼德拉的领导风格是一种混合了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 他知道何时该站门脚跟 何时该伸出和解之手 他的风度和魅力让他能够与前敌人建立起对话 甚至是友谊 这就像是在一场足球赛中 你不仅仅要踢进球门 还要赢得对手的尊重 曼德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领导不仅仅是关于权利和控制 而是关于激发人们最好的一面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他的遗产是一个提醒 即使是最坚硬的岩石 也能被和平与爱的力量雕刻成美丽的雕像 哦 对了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能够让你的心灵感到振奋的故事 那么曼德拉的一生就是你的不二选择 只是别忘了 这不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它的结局比任何好莱坞大片都要来得更加感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曼德拉效应 全球反歧视与和解的象征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基深刻又带有一丝神秘色彩的现象 曼德拉效应 首先 我们得澄清一下 这里的曼德拉效应并不是指尼尔森 曼德拉那令人敬佩的反歧视和和解工作 而是一种集体记忆错误的现象 不过 既然提到了这位伟大的领袖 我们就顺便给他点个赞吧 曼德拉效应这个名词源自于一个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错误地基的尼尔森 曼德拉在1980年代就在监狱中去世了 然而事实上 他在1990年被释放 之后还当选了南非总统 活到了2013年 这种集体记忆的错误让人们感到困惑 也引发了对于记忆可靠性和集体记忆现象的讨论 现在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如果曼德拉效应真的能够应用到全球反歧视与和解的工作中 那会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啊 比如 某天你醒来 突然发现所有人都记不清楚 曾经有过歧视和不和谐 大家都坚信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的乌托邦中 那么 所有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都会因为集体失忆而消失 我们将直接跳到了和解的结局 当然 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曼德拉效应告诉我们的是 人们的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 而历史的真相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能仅凭错误的记忆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 而应该通过教育 对话和实际的行动 来促进真正的和解与反歧视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曼德拉效应时 不妨微笑着提醒他们 是的 我们的记忆可能会欺骗我们 但我们的良知和对正义的追求绝不会 让我们以尼尔森 曼德拉的遗产为榜样 不断努力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和包容 总结来说 纳尔逊 曼德拉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超级英雄 他用勇气 毅力和宽容的故事改变了世界 从他的早年生活 监狱经历到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展现了真正的领导力和智慧 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成就 而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的胜利 曼德拉的领导风格教会我们 领导力不仅仅是权力和控制 而是建立关系 沟通和理解的艺术 他的和平与宽容的做法教会我们 和解比报复更有力量 而真正的领导应该激励人们的最好一面 曼德拉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类精神的光芒也能照亮前路 他的遗产是一个提醒 即使是最坚硬的岩石 也能被和平与爱的力量雕刻成美丽的雕像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如何看待曼德拉的领导风格和他的遗产 你认为曼德拉的故事对当今的世界有什么启示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